音乐 接下来我们讨论两平面的垂直关系 如果我们要判断两平面是否垂直 则我们在这两平面的交界处 我们直接放一个长方体 所以我们把一个长方体 我们就直接放在相交的两平面 一个平面A 一个平面B 放在这两平面之间 而如果这两平面和长方体相邻的两面 如果可以完全密合 则就表示这两平面是互相垂直 于是我们就可以直接继承A垂直B 就例如像第一个图形一样 平面A跟平面B 我们中间放一个长方体 结果发现这两面跟长方体 它可以完全密合 并且没有缝隙 可是如果我们在两平面之间 我们放一个长方体 如果这两平面和长方体 它不能完全密合 也就是在中间这个地方 如何产生了空隙 因为有空隙产生 这表示平面跟长方体 它不能完全密合 于是我们就说 这两平面它不是互相垂直 而不能完全密合的情况有两种 一种是它的缝隙是在下方 而另外一种情形则是它的缝隙是在上方 这是我们判断两平面是否垂直的一个方式 而如果要讨论线跟平面之间的垂直关系 如果我们要判断 一条直线和平面是不是保持垂直 则我们直接在直线跟平面之间 我们直接放一个长方体 我们把长方体放在平面S上 如果长方体的一个高和直线AB 假设可以完全密合 则我们就说 这条直线AB和平面是垂直 我们就可以直接计成直线AB和平面S是垂直 或者也可以写成S垂直直线AB 可是如果我们在平面上 我们放置一个长方体 结果我们发现 长方体的高和这条直线 它没有完全密合 也就是它们之间产生的空隙 于是向第二个图形 这条直线AB和垂直的高 两个之间有缝隙 于是我们就说直线AB跟平面 它没有垂直 接下来我们介绍两平面之间的平行关系 假设有两个平面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条直线 可以同时和空间中的这两个平面 互相垂直 则我们就说这两个平面是互相平行 所以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这里有一个平面ABCD 底下有一个平面EFGH 上下这两个平面 如果通过A1 而A1这条直线 它和平面ABCD垂直 同时也跟平面EFGH垂直 则我们就说上下这两个平面 它们是互相平行 因此我们就可以继承 平面ABCD平行平面EFGH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条直线 同时跟两个平面互相垂直的情形 我们可以确认两个平面是互相平行 而对于空间中两条直线它的平行关系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如果这边有两条直线 AB直线和CD直线 两条直线它们都在平面ABCD上 而这两条直线我们将它延长 发现这两条直线它不会相交 于是我们就说直线AB和直线CD 两个是相平行 而同样的直线CD和直线GH 因为两条直线都在平面CDHG上 而同时这两条直线它们也不会相交 于是我们就说直线CD和直线GH 两条直线是相平行 因此直线AB和直线CD平行 直线CD跟直线GH也平行 于是直线AB跟直线GH 这两条它们也是互相平行 因为这两条直线我们发现 它都在平面ABGH上面 因此在同一平面上的两条直线 如果这两条直线不会相交 则这两条直线是相平行 这是我们判断直线是否平行的依据 的一条直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